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最近释出的数据显示 全美就业市场呈现强劲势头 道琼经济学家之前预计今年9月 全美新增17万个非农业就业岗位 但数据结果却远超经济学家预期来到33万6千个 这是自今年1月份以来的最大阅度增长 比起8月份的22万7千个非农业就业岗位出现显著提升 9月份就业市场新增岗位保持强劲 在很大程度上仰赖于旅游观光行业和医疗行业 需要大量用人 仅这两项就为就业市场新增了9万6千个工作岗位 值得一提的是 今年9月也是美国连续33个月新增岗位持续增加 数据显示 9月失业率为3.8% 较预期3.7%的水准略微提升 另一方面 随着新增非农就业岗位的增加 雇员工资却没有达到预期的上涨幅度 仅为0.2% 且经济学家对联储会持续加息的担忧依然存在 东森新闻团队洛杉矶报道 也许是9%的 等于这条目的 并仅为振知 需要合急发生的 诀论